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直播开始 今天叫做文化沙龙 谢谢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 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看板 那为什么会要做这个文化沙龙 简单讲就是国民党长期以来 我一直觉得在文化上面 没有一套完整的论述 但我一直认为说 文化是所有这种各种政策 它的最基础的根本 不管是政治 经济 所有的事物 它都一定要有一个文化为本 作为它的论述 所以我们最近国民党 推出2024总统大选的白皮书 我们智库的版本里面 我们就提出了文化相生 共赢台湾的八个字的概念出来 那什么叫做相生呢 我觉得相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还没有讲之前 我不要让我旁边这一位好朋友哭作 因为他是我们今天第一集的来宾 他是那个朱葛亮的后代 叫朱葛俊老师 那他是前玄奘大学的大众传播系的 系主任 那么他过去也在媒体界工作非常久 不管是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集特别请他来 那先请朱葛亮的后代 朱葛俊老师跟他问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赵棋人好 赵棋人是30年以上的老朋友 其实我们两个也非常有文化 非常有 但他也非常热爱 那之前在这个抢救蓝线三馆的时候 朱葛俊老师也帮我们发声 然后对于润文的这个打币 那个朱葛俊老师也声出非常大的一个发声出来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 所以今天第一集特别请到朱葛俊老师来 那刚刚提到文化相生 创意台湾 那相生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因为在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哲学里面 就是叫做相生不克 相克不生 如果彼此相生就不会克来克去 那彼此间如果克来克去的话 就不会相生 而且会寸草不生 那相生的概念非常好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大小高低强弱贫富 他是彼此之间有一存性在 就是我需要你念需要我 这种融合的概念 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内部各族群来讲 对于两岸来讲 我都觉得相生这两个字 是国民党应该要认真去考量 也是总统候选人 应该把它列为重要政界之一 所以我们就不断地阐述这个相生的概念 跟共赢台湾的概念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集请到的朱格军老师来 也请他帮我们阐述一下 在他内心当中 他觉得不管是台湾目前的文化现状 或者是国民党的文化认输上面 他应该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补充 那今天我们就请这个朱格亮的后代 朱格军老师来开讲 我们把时间多留一点给你好了 谢谢 其实这个周杰仁 陈原胜委员 其实老朋友 他是口才非常非常好 口才遍及一流的 其实他对文化了解 而且这几年 一直知道他一直在文化上着墨盛生 到后来蓝千的展现上的功力 我们要很清楚 他不但在文化上有他的理想 有他的规划 而且有他的执行力 所以我觉得文化最重要要如何执行很重要 所以才有共赢 所以前几天就上礼拜 我看到他在智库开的记者会里面 谈到用相声在共赢 我就觉得非常佩服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然后毕竟文化它不是一个执行 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执行 它就是一个 其实讲白了 一般的社会文化就是我们生活习惯 但是它也不只是生活习惯 它要把它提升 往上提升 所以文化一定要有论述 所以我们不讲说 这是为了总统候选人 他所提出来一个文化政策的论述 倒也不需要到这样子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不只是受到中共的威胁 或是美国利用台湾干什么 我觉得这是从政治上外交上 或是国际的局势上来看 确实有这样的危机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人心 台湾的人的感觉 哪里最大危机 其实就是文化 认同 认同 认同什么 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 我现在故意讲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 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下去 我故意把这样子的名字把它切开 是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 台湾文化 甚至很明确的具有政治意念 意识形态的台湾文化 这个都差很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都透过我们新闻媒体 或是在网络上得到任何的 影响媒体 似乎没有把这方面讲得很清楚 更不要讲论述 所以前两个礼拜 因为现在在期末考阶段 我现在在大学兼科也是 然后在期末考阶段 就老师都会比较忙 然后有些累积下来的成绩都要改 所以我有个好朋友 他很好玩 他说他期末要出一个题目 因为他是要中国大陆问题研究 他说要出一个题目 什么题目 他想去找学生 他另外门口跟传播有关 他找学生要去做街坊 什么叫做中国 然后呢 他说很好玩 什么叫中国 很多街坊的年轻人 他在火车站 那个飞车那边 问了一大堆 传起来就看大学生 你会发现 他剪下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很多人 对中国的概念非常的模糊 他更坏 你知不到中华民国 他问台湾年轻人 知道中华民国 这个题目对我来讲 很大震撼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他不太清楚中华民国 当然这个是一种概述 他不是说 他没有办法用民调 那样做的比例 他就觉得中华民国 是不是对啊 哪一个 我吓一跳 所以我说 第二个问题让我很震撼 然后他觉得 我们不就台湾吗 台湾下去就会有 台湾共和国 类似这样子的政治意念出来 所以他把他吓一跳 所以他说把这段剪下来 然后另外在另外一门客 他中国大陆问题 就那一门客 要做这个当作 期末考的题目 我这个朋友就很天才 但是我觉得他剪下来在FB上放 我看到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为什么我们对一个中国 中华 台湾 有这么大的模糊 其实这个就讲到认同有机 那我们再思考一下 认同从哪来的 其实认同的根源就是个文化 我们这几年 是要认同什么 中国文化 中国的文化 台湾的文化 请问一下 不管是民间 不管是政府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指导 或是他有什么样的方向 让我们去认同一个 很明确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出生的 毕竟我们是民国38年之前 我们的政权是从大陆这样撤过来的 所以我们深根地步的 有很多很多人 不管是农民也好 不管是第二代也好 第三代 他毕竟会有大陆的那种情怀 那这个你不能抛弃 不要忘记 文化是个活水 它是个流动 文化是个包容性 否则不叫文化 文化它已经开阔的 我讲的这个不是学理上 我们看到很多实力 美国人家知道 美国是一个移民文化 所以它包容各种国家的意识形态 它的生活习惯等等 形成现在他们所谓的强大的美国 这才叫文化 文化可能有好有坏 我们可以批评 没有问题 但是文化的最大最大特性 就是包容性 来各位 反省一下 现在这几年看到的 不管是年轻人也好 或是我们的长辈也好 我们的文化的认同或认知 是不是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从过去老一代的 资深的公民那一代的 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到现在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根在哪里 从现在的年轻人 不知道什么叫中国 不知道什么叫中华民国 不知道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定义定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认同中华文化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那个朋友 那个题目 虽然说很鬼 吊诡 我就取笑他 你说你这个人都在害学生 但事实上反映出 我们的年轻人对这一块 不知道如何认同 所以这几个礼拜 我虽然一边也在忙期末考出题 然后累计的成绩要结算等等 其实我也在想 这个老友陈学胜 他提了这个相声跟共语 那我就觉得很佩服这样的相声 因为我自己本身研究易经 然后易经就谈相声 在易经的戏史传里面 就很清楚讲到 太极生两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实际上第二个就是天地 它就是一个相声 天跟地没有大小 在古代的那个时候 天跟地 地跟天是一样大的 但只是说不一样而已 所以他会生四相 最后才八卦 八卦就各种自然景观 火啊水啊等等 泽啊 全部都进去 所以就是有相声 才会有这么多的自然景观 会进去 所以易经的三个主轴 天地人 所以他有六条横杠 中间代表人 上面天下面地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 就在我们在镜头上 第一个箭头 这个图我思考 画了好久 思考了很久 我们如何来把这个文化相声 跟共语 虽然说我这个题出来 跟国民党制库 这边提出来 稍稍有想要 因为他会比较着重在两岸 但是我会比较重视一个 天地人之间的一个发展 不过你先放心 我们是在充实各方的意见 还不断在修 他不会是定于一 定于中 如果这样的话 文化就是死水了 没错 对 所以我就非常认同 之前我们在上文化相关课程 文化是一个活水 它是不断流动 不断包容 所以才有讲说 文化是包容性 我们用这种感觉来看就知道 台湾这几年走的所有的文化 不管是台湾文化或中文化 先不讲这个 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 应该越来越有选择性 越来越开放 怎么会说到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很深的感触着 就是有人讲说 台湾是海洋国家 它也在做一个定义 但是你海洋国家 应该面对的是更宽阔的一个大海 你应该包容性更强 可是你也很可能 你如果海洋国家没有走对 你可能就变成一个岛国 那岛国你的视野就会更加的狭隘 所以我刚听你讲完以后 我就很深的感触 我在说 对吧 民进党要讲海洋国家 可以啊 那你应该更开拓 应该更吸纳各种不同的 就反而它现在 强调了一个本土化以后 反而把自己线透在一个 岛国文化的那个狭隘视野 这是我觉得我最难过的事 没错 其实我们在做这种 这种文化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议题 一定要做它一个论述 实际上就是要先从开阔那边 然后从开阔当中去找到 我们最适合 我们自己本身 台湾 我们生长在这块土地 最适合 应该从这个角度 所以我在第一条 在我们这个箭头 这个图里面第一个 在箭头的上面 第二个就讲 本质面认同 我们在要认同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不是说我执行什么 政策什么 政策是执行面 所以我把它放在共赢那边 我在认同什么 我们在文化上要认同什么 我们有没有认同 其实认同有时候要爱 要多了一个爱 我爱这块土地 土地都是土有什么好爱的 但是那是种抽象的 形而上的那种概念 我就是爱 所以最后人什么 落地要归根 要回来 很多油脂都是这样子的 那怎么说土有什么 差不多美国土跟台湾土有差别吗 对不对 但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文化就是这样子 我再怎么再怎么 我就中国人 来我这个括号像刮起来 中国人不是现在所谓的 主权中国的中国 中国人 我如果政治一点 我会讲 我是中华民国的人 没错吧 我的爸爸 以前他们就中华民国 怎么现在大家不太敢讲怪 那是主权中国的概念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中国是什么 文化中国 谈的是文化中国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试图 想建立一个文化的 新文化的论述 不会像现在民进党 他们这样 把自己越来越说 越小越小越小 非常的不对 不但在学理上 或是人类的生活发展上 台湾这块人造 是非常的违背常理 那在箭头 我们再往另外一方再看 你看我讲说 我们现在大陆的文化 他们也在谈中华文化 他们也在谈中华文化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 当然可以谈台湾的文化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 我们过去是从哪来的 我们这些渊源在哪里 我们都很清楚 不用去避讳他 对不对 我们的各种房子的谈号 为什么我们姓陈 姓诸葛什么的 往前一拉 都是往大陆 某一些省份 某一些县市 对不对 我们的阿公阿嬷 甚至祖先几代 对不对 据不正确的考证 我自己的考证 我是诸葛亮 我是世代孙 对不对 诸葛亮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在一张考证上去 我还是从大陆来的 姓陈的 姓张的 姓什么 都是这样子 那你切他干嘛 那很奇怪 切他干嘛 所以这很奇怪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叫做文化中国 大家不要避讳中国这两个字 这几年最糟糕的地方是 看到中国 大家就觉得恐惧 害怕 因为台湾威胁 那个可能是叫做主权中国 或者政治中国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子 谈文化 本来就是要跟旁边结合在一起 你谈德国文化 再往前 再往前拉 是不是有奥匈帝国 等等这样子的文化根基 对不对 不需要去切断它 所以台湾现在最大的毛病 最大的麻烦就是什么 一直在切割 一直在切割 切割跟中国大陆关系 那个就是什么 去中 对不对 我们谈中文化 在政治上 我们先不讲台独 或什么同独 不讲这一块 在文化上 可以这样去吗 你不是从横的 承的去 直的去 横竖都在去 那很奇怪的 没有人在这样子 真的没有人这样子 好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要做了什么 这个论述 一定要做到什么 具有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对 具有台湾特色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 生活在这块地方 毕竟我们在这个地方 生活几十年 我们当然有台湾特色 但是我们这个特色 展现出这个特色 放在中华文化 是什么样子 要很清楚 把它讲出来 这些清楚 当然我们等一下 在共赢的地方 会再谈 所以因为有地缘关系 因为有相关的邻居关系 所以从自古以来 台湾不是从太平洋上 突然之后冒出来的 对不对 几千万年之前 它就是这样子 跟大陆这样产生的关系 再加上有历史以来 其实台湾就不断的 有大陆不断的 有民众 慢慢的移民等等 所以过去有什么 然后那时候在清朝 有张权泄斗等等 其实各种的生活史 都是很重要 所以创造出 具有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其实这些都要 从这些院员都要去拉 不只讲历史 还有一些生活习惯 为什么我们会有妈祖 对不对 妈祖不是从台湾 突然跑出来的 他是从莆田那边跑来的 对不对 那妈祖他有他的故事 他有他的风俗 还有民众的信仰的依托 这些为什么就切断 为什么就切断 对 所以类似这种生活习惯 更况现在我们 还有更多的美食等等 都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 湖南菜 什么菜 对不对 北京菜什么的 都具有台湾特色 但是你却 却是会弄成一个 叫做北平烤鸭 台湾北平烤鸭 跟全军的北平烤鸭 绝对不一样 跟你保证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叫北平烤鸭 也是从大陆来的 对不对 还有很多川菜 湖南菜 都是具有台湾特色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文化的内涵 文化它包含包含 它就是有生活 这种生活 从上到下的生活 从下到上的生活 都没关系 这个可以再讨论 但是这个都是 变成是文化里面 这种重要内涵 所以这个会变成是 我们的精神 变成我们的精神 从这种生活习惯 加上官方 还有一般的民间 融合出来的 这个才叫做文化 好 怎么去做 就是我们在箭头的下方 要互利 要共赢 共同经营 不是两个要赢 我觉得文化没有输赢 输赢的话就大小 就强弱 我觉得不行这样子 否则你永远看不起一些 弱小民族的文化 不对 完全不对 所以这个影就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常常在文字用共赢 会讲说也是影 双方影双影 但是我觉得共同经营 共同经营 我们是一样的 你确实可能比较 看起来比较差一点 但是我要包容 文化包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一些弱小民族 我们是要包容它 不是吧 灭掉 灭掉它就没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出 提借语言的保护 相关政策对那些弱小的人 他的文化保护 其实希望他们能够扶植 一定要有 所以这些会落实在这 所以我在这边讲 那叫线下面 我们现在看到政策上 就变成反映在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相关的部会 文化部 就是台湾这边 文化部 教育部 什么国师馆 故宫 你要如何落实 所谓的 具有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你要往这个方向去做 你要把这种精神 转化成政策可执行的面 这个才叫做 我们现在该做的 好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这八年 往前推八年 甚至再往前推个 随便要推几年 508年 10年 我们到底 我们现在政府在做什么 其实这几 这现在大概都是在 民进党在执政 讲实在话 而且要做得更严重 前几天 他们主办单位说 第一集我来讲 其实我不喜欢讲第一集 因为第一集觉得 好像是 我是很大牌 以我以前过去 在媒体的经验 在电视台经验 第一集一定要是 一泡而红 那种感觉 否则 就大概奢势力就差了 那我想 我这个人 如果要红 早就以前电视台 就很红了 我们就很低调的 然后这个 这个学生又常常 又喜欢 又喜欢常常 有时候 故意找我一下麻烦 他就讲说既然学生 跟他谈事情不能空的 我就常常比较酸 我就找 我就找资料 好 我就没事干 我就到国史馆翻翻 反正国史绝对是一个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文化 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 不管我们念什么 都是会有历史 在这边支撑 因为诸葛老师 他原本 在大陆就念历史 对 我都念 我大学是 我大历史系的 那时候我们历史 念得很扎实 所以我就没事干 没事干 就往历史翻翻 我们的国史馆 大概 学生他当过理法 也当过恩年 他大概不太会 注意国史馆 在干什么 很多国史馆 国史馆的馆长 是以前我大学的老师 我都知道他们 因为就修过他们课 日本史 什么都修过 那没事干 我就翻翻国史馆 我一发现 我都觉得大惊 这几年国史馆 干了什么大事情 他的出版品 国史馆不爱乎 就是要 就是出版一些 或是举行相关的议导会 把当代 或是他觉得最重要的议题 他有导引历史 史观的确认的方向 的一个重要责任 所以国史馆看起来 在行政部会 在执行方面 它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这很清楚 文化本来就这样子 但是他在做一个 文化的论述 他确实有主导地位的 所以才会有什么 台独思想 什么思想 其实国史馆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 我们很清楚知道 什么 后代要做前代的历史 所以照理说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要做青史 那青史要做民史 干嘛 赢的人说话 好 我们赢的人说了什么话 来看看他 他在出版品 不管是典藏的文献 或是他的书名 他出版书 全部 我没有仔细 因为太多了 这么一大落 几十页 他的出版品 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定义在台湾 台湾史的里面的小的细节 我就觉得很不平 你说 如果老师 你这样讲 就奇怪 来 我问你 各位 台湾为什么现在 会这么的繁荣 这么的 所谓的 过去的 所谓的经济四小的 我们的GDP 为什么可以这么高 为什么 我们从大陆 撤退来台湾之后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跟着有七天 三七五捡猪 让那些农民 非常乐意 跟踪自己的田 对的 要不然以前我都电农 我电农就随便种一种 我的有的吃就好 有时候还会甚至剥削 但是跟着有七天 经过了分配 经过了贷款 所以我买到 我自己想的田 有大有小 所以我很清楚 我可以跟自己的田 我很爽 我很高兴 被台风吹了 我倒霉 没被台风吹 我丰收 我赚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跟着有七天 是重要 台湾在农业发展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重要阶段 来各位 跟着有七天 今年七十年 今年七天 2023年 是跟着有七天 在台湾实施七十年 来国使馆 或相关单位 有没有举行过 跟着有七天 相关的研讨会 它对台湾经济影响 到底影响到什么 有没有 对不对 对 你是找几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吗 没有 跟着有七天 七十年 你可以我们往前一代 上一代 我们的上一代 很多都是农夫的 就是阿公阿嬷 或是爸爸妈妈 很多是农夫的 很多是农村子弟出来的 你可以问一下 回家问一下 跟着有七天 对我们的阿公阿嬷 多么重要 对不对 很清楚 以前的电农 现在变得不是电农 阿扁也是电农之子 对不对 现在变什么样子 要不是当时候 有这样的改革 能力改革 怎么可能会有现在 但是今年是七十年 我那时候 是故意这样翻一翻的 看到 然后再想一下 过去念过历史 我念过台湾史 好像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对一下时间 我就非常的压印 七十年 既然台湾没有人 在做这一方面的研讨 没有开 相关的 哇 我觉得非常不可适应 我们一定把相关 对台湾的研讨 难道这个还是用 中国中华文化 或什么来分吗 难道这个不是建设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吗 为什么不做这样子的 因为这是国民党政府 做的跟着有七天 所以现在民党政府 在执政的时候 根本不屑 台湾可以这样切割的吗 他不但切割国民党 民党 他不但切割过去 中国大陆跟台湾 他还是切割 他想要切割什么 他由他自己定义 我们的文化 能够让民党这些人 这样定义的吗 我觉得不但是文化论者 或是史学家 还有甚至我是传播学者 我都没有办法看得下去 讲实在话 所以我非常压疑 就跟刚才讲 我们这一套 大家有空可以到国事馆里面查 他很清楚可以查到 他的出版品 他里面出版的全部是这些事件 好 我也没事干 我又上去看了一个 什么呢 我们的国事馆 伟大的这个馆 他在六月份跟七月份排的演讲 什么呢 他总共排了几项演讲 他总共排了12345678 八个演讲 来我念给大家 不多 什么题目 凯达格兰族现况 6月8号 再来 第二个 6月15号 历史的空间图像 白色恐怖与228事件相关 遗址调查经验研究 第三个 用影像阅读台湾的姓平之路 这个还比较平和一点 再来 第四个 日本南境政策与大东亚共农圈 我就觉得我是哪人 我要认同什么 日本吗 impossible 再来 小琉球事件 再来 小琉球事件是17世纪1688年 168几年 在小琉球发生的 也是跟荷兰人有关 然后荷兰人 遇到台湾 船吹到小琉球 结果被那里原住民 给全部杀光光 所以荷兰人后来 报复 去把 到小琉球 把原住民全部屠村 全部杀光光 所以那个事件 但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再来 岛屿开箱 台湾历史的另外一种想象 再来 搜寻台湾民主制度化的限制 从动员勘乱国家安全法 到 中华民国宪法 真修调武 好 在这八个里面 你看 谈228 谈凯达格兰 谈 信平 还有大东亚共农圈 小琉球 还有 岛屿开箱 哪一个有照顾到我们的邻居 两个月的演讲是这样排的 一半以上全部是 不但把 我们的视野限缩在台湾 那我们的视野怎么会这样子呢 难怪我们的年轻人现在满足小确幸 跟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读书的时候那就去美国回台湾就贡献了 读完就回来贡献了 格局是比较大的 但也不是说 我们对多好多小 时代环境不一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国事馆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台湾不单刚才讲 跟着有其人他对台湾的贡献 台湾就是因为农业 农业上基础垫垫非常好 之后才会有后来工业 后来商业 这大家都很清楚 这不用啰嗦 请问一下 台湾的社会文化有没有照顾到 台湾的经济文化也没有照顾到 难道国事馆不用考虑到 台湾这几年经济的发展 和一些相关的演讲议题吗 虽然说我拿到了 上一早的六月跟七月的 排的演讲 只是一个小样本的 可能它一年排很多 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从这个小样本的案例去推 大概它一年当中 排不到什么所谓的 非政治性的议题 各位听清楚 非政治性的议题 因为政治性的议题 非常容易跟意识性 来挂扣在一起 为什么不谈台湾的社会 为什么不谈台湾的经济史 用这种角度去谈 台湾的经济非常重要 要不然大家现在所谓 日子过得风衣足食 难道不是经济的影响吗 绝对直接是 台湾的时尚流行等等 是不是很多 常常跟时代接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讨论一下 台湾为什么没有发展出 台湾的一套的时尚 为什么有日本 日本有哈日 有寒流 那台湾没有 世界各国没有哈台湾的什么 都可以讨论的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 有相关的论文 或是研讨会 我只拿国事馆 因为国事馆会主导一些论述 所以我拿国事馆 那更不要讲 我们这个伟大的故宫 去年弄一个叫蓝签 我们这些学者 还有成为员这边都主导 那非常有执行力 所以蓝签后来 算是比较好的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收场 那万一没有 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不是蓝签 那些古物就不是 流落排卖市场 排卖去了 就跑了 卖到哪个国家去了 不知道 故宫在做这个 服务增业 动人家 动人家的那个 合约上的一些小毛病 对不对 怪 为什么 如果大家对蓝签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那段时间 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记录 蓝签实际上 就发展在什么 发展在 他的意识形态的切割 把中国大陆一些古物切割 跟台湾无关 所以我不要了 退回给你保存者 原来古物的所有者 这怎么这样搞的 那我是故宫 故宫不是要收藏吗 怎么会 我不要就走了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 有好多话要说 对 所以其实我们 以前当记者当官 其实上节目就 讲不完 然后我们也很讨厌 看到导播在跟我们摇圈子 摇圈子就代表时间快到了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当记者当习惯的 也很知道什么 该收该放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做文化论误的时候 一定一定不能忘记 所谓的行为上面的 文化论述上 精神层面 因为那个才会产生认同 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谓的爱 但是怎么做 就是执行面 那个叫做相声 前面讲的相声 后面整个做叫共赢 而且是共同经营 不管是台湾文化 不管是中文文化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这些相声跟共赢 实际上要做的就是 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才是我们接着 下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地方 这是我今天 来这边讲的一些重点 谢谢诸葛老师的开讲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概念 也是要特别突典出来 就是文化跟认同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在 你刚刚讲的说 为什么中华民国 他就很陌生 因为他看棒球 他会喊中华台北 现在他变成讲台湾了 对 所以他中间有很多种 文化认同上面的分歧 跟矛盾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应该要在文化路上 你不要觉得你现在是弱势 你觉得你是非主流 你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事实 我觉得就要拨乱反正 套具去年最流行的话 要矫正回归 那我觉得我们就要来讨论 那讨论我们也听各方的意见 那刚刚最后我在回应你讲 为什么国事馆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 因为当时的馆长就叫做吴蜜茶 所以吴蜜茶后来又去了故宫 所以这是一脉相存 所以他到故宫去以后 听说那个故宫民国以来的一些重要的产品 也都不再斩了 你看他就做一些切割 所以要很小心 因为如果在这种政府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切割的时候 你认为你是很客观 在看一个史的时候 事实上你已经被狭隘切割掉了 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 因为时间不够没有讲 还有一个教育部他的课纲 我们看的是现在小孩子国中高中的一些历史课本 还有一些像文化史的一些讲法内 其实上我们都会大为摇头 所以有些家长已经说 历史自己带回家自己教 所以这是很糟糕的教育部 所以刚才讲的文化部教育部 还有国事馆故宫 实际上这是主导台湾在论书 在文化论书 非常非常重要 最直接的 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要透口传播 我自己也传播学者 所以传播怎么去弄 公广集团 公共电视 其实我也很头痛 公广集团 他每次看的电视都怪怪的 他来看的节目都怪怪的 他史观真的就很糟糕 但是我觉得一讲 讲下去三个小时都不一定讲得完 所以 我们就慢慢继续来开讲 特别强调就是说 文化虽然很冷门 但他影响是非常深远 但你如果越不谈 那你可能就被带风向 带到另外一个歪风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客观来讨论 那我们虽然发一个微小的声音 但就是开始点亮那个诸货 所以今天第一集 我们文化煞龙请了诸葛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时间再见 OK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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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